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是一道重要性这个问题了 这是在咱们计划阶段 一定要考虑的 那实际上呢 在我们讲中策略的时候 就提到过一句对吧 我们要确定这个重要性 然后呢要考虑什么 这个集团这块 然后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对吧 好了 那在这块咱们来说说我们这个集团 写中这个重要性 那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这么一个 那当然说集团写中重要性 那么肯定有集团报表的 有组成部分的这一块 那和我们正常啊 劝重要性这块原则上应该一致的 但是呢有特殊的考虑 来咱们继续来说一下 第一个关于集团报表 它有重要性 那这个呢 咱们也是一样的啊 包括什么呢 包括集团报表整体的 必要是包括特定的重要性 包括实义执行的重要性 对吧 也包括呢 那个错报临界值的问题 都一样的对吧 那咱们来说一下啊 首先 关于这个整体的及特定重要性 那这个注意 说我们在制定总体的审计策略 集团的东西审计策略时 那么既然项目组 那肯定是什么 哎既然项目会有人 要去领集团报表正中重要性 这一个必须得有的 这必须得有啊 但是呢 注意 根据呢 这个集团的特定情况 如果 既然报仑也有这种特定的交易战 我觉得披露的 那这个时候 咱们也需要 给他一个什么 特定的重要性 也是可能是一个或者多个 所以这个没什么 更多可解释的 对吧 然后呢 实义执行的 对吧 集团报表 业务 实义执行重要性 也一样的 那么在这块 也一样 在制定集团总体策略时 是用集团报表正中重要性 来确定集团的 实义执行重要性 来确定这个关系 那如果有必要化 也包括特定的 集团的这个 实义执行重要性 特定重要性 那个实义执行的 那这也不多说了 然后呢 明也为要错报临界值 那这个也要注意 集团项目 要确定一个 错报临界值 那么说只要啊 超过这个临界值的 那就不能把这种的错报 视为对集团报表 是明也为小错八了 也是一个临界值 但这个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集团报表啊 这块咱们说前面啊 我们自己用就完了 整体啊 特定啊 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明显为了错报临界值 这块不一样 这个你不光自己用了 还要给谁啊 还要给组成部分 注盖师 要告知他 他需要在组成部分 财务信息中 识别出 但凡 超过临界值错报的 不要通报给集团项目 因为对我们来说 这类的就要 给他汇总了 所以不管呢 是在我们集团报表里 我们自己发现了 还是你组成部分 证实在组成部分 信息里发现了 都得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临界值 有一个通报的义务 告知组成部分 证实 有这么个要求 好了 那么我们说集团报表 证实中最为重要的是 这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那这也最有特点 所以咱们要把它掌握 重要性前面咱们讲过 是最爱考的 在咱们证实当中 但是呢 组成部分重要性 别给他落了 这也非常非常爱考 那注意 对于组成部分重要性 一般来说 就是组成部分整体重要性 大家看好啊 这个有一个问题 说如果组成部分重要性 对组成部分 要做审计 或者审阅的 这个时候 基于集团的审计目的 然后注意 集团项目组 要给这些组成部分 确定组成部分重要性 那么大家注意 这种前提一框定 就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不是所有组成部分都需要 说如果需要 对他做审计审阅的 那么组成项目组 给他定 那么注意啊 这个组成部分的 这个整体重要性 是组成项目组定的 并不是你组成部分 是你自己可以定的 是组成项目组 来定的 那么如果这个组成部分 并不需要执行 审计或审约 这个时候 我无需在总体策略中 确定组成部分重要性 所以大家能明白吧 实际上是谁 在我们总体审计策略下 由集团的 这个审计合作人 项目合作人 他来定 组成报的证明重要性 特定重要性 实际执行重要性 和错法理解值 同时 他要确定 哪些组成部分 需要做审计或审约 哪些组成部分需要做 然后呢 需要给他们制定一个 整体重要性 组成部分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这个都在哪里 集团的总体策略中 在这里面 所以咱们在前面讲过 总体策略当中 就是说了 这个集团项目合作人 他要考虑 对哪些组成部分 执行什么样的工作的类型 因为不做审计审约的话 比如做分析程序 那这时候不需要给他重要性 就这么一个啊 那么注意 注意啊 对这个组成部分 这个整体重要性 要求一定是低于集团的 所以说为了将未更正或未然 策报汇总起来 这种汇总数 超过集团报 整体重要性 把这种可能性降到适量低水平 换句话说 我要多查 不要说有一些呢 就放过去了 结果那会汇总起来变成大的了 那这样我要多查的话 咱们要降低重要性水平 降什么程度呢 注意 我们说组成部分重要性 一定要低于集团报 整体重要性 比如说我们集团报表 假定设定重要性水平 一千万 那我各种部分重要性 一定要低于一千万 不能跟他相等 也不能比他高 一定要比他低 那在这里咱们强调 那 针对不同的组成部分 确定重要性 有可能不一样 因为各种部分 它的需求不一样 那报表 它整个不一样 所以它的重要性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在确定 组成部分重要性的时候 有一个要求 并不需要将我们集团 报表整体重要性 按比例分配 所以这样的话 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不同的组成部分 确定重要性水平 汇总起来 有可能高于 集团报表整体重要性 比如说我这有十个 组成部分 简定我都需要 给他们重要性啊 这十个组成部分 那我整体重要性 集团报表的是一千万 往下给的时候 我不用说 这一千万除以十 也不用说呢 按你们的某个金额比例 比如说按你们的收入比例啊 按你们的资产比例啊 然后把这一千万一分配 不用这样 就每一家 自己按自己的情况来判断 一会讲怎么判断啊 但是呢 注意 不管怎么判断 首先单个组成部分 你的重要性 给你的话 不可能比我集团 正经重要性高 也不能相当 只能低 比如说你可以有三百万的 有二百二十万的 那有那四百八十万的 有七百万的 反正每一个都比我的低 但你汇总起来的话 有可能 你这一千万高 刚才说了 有三百的 二百二的 有四百八的 这就加起来就高了 那可能还有几十万的 都有 都有啊 这块 那这个咱们一定注意 汇总起来 比我整体的高 可以 但在这块 提醒一句 提醒一句啊 就是汇总数 只是可能 高于集团报告证照性 也可能正好等于赶巧了 我不是按比例分配下去的啊 正好赶巧等于了 或者我就小于集团报告证照性 也没问题 没说必须高 也没说必须低 也没说不能等于 那我们只是说 你不用按比例分配 不用这么分配下去 但是呢 我赶巧的设置好 那种概率等于了 那各个高高低低 那然后每个都佛自己实际情况 这恰会总 等于实际那证照性 或者小于 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啊 比如说啊 说我这块啊 整体照性 是一千万 我这里面有呢 这个相对来说 要做审计或审计的总部份 一个是480万照性 有520万照性 我并没有故意的按比例分配 我没有故意按比例分配 那正好 他得加起等于一千万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一定要注意啊 可以等于 只要不是我故意的按比例分配 就行 那也可以高于 如果我就这俩 但一个六百万 一个七百万 合起一千三 一千三了 也行 或者就这俩 这俩一个呢 220万 一个呢 这个 100万 给的低 都行 这个注意啊 这咱们来提示 所以要读懂这句话 此外 对于你审计或审计 总部份 给你重要性了 那么谁用呢 注意 咱们说 集团项目组来定 这个重要性 但是是由组成 部分主要师 你来用 这个重要性的 用它来评价出 来评价识别出的 未证错报 单独会用起来 是否重大 你来用 它是否重大 这么一个 那么再一个 组成部分 实义执行重要性 这个要注意了 前面啊 咱们谈到的 集团审计中重要性 都是集团项目组来定的 包括组成部分 这个整体重要性 但是呢 实义执行这会儿呢 这个要注意 说在审计组成部分 财务信息的时候 如果做审计 那么由组成部分的 助会师或集团项目组 需要确定组成部分 层面实义执行的 所以这时候就多了一个人了 你集团项目组来定也行 由组成部分主要师来定也行 这是一个 说这你俩谁来定都行 然后注意 实义当中啊 有的时候干脆将项目组啊 直接来一个较低水平的 就那个组成部分实义执行的 重要性 直接给这个得了 就直接按这个 作为组成部分整理重要性 你就不用再来实义执行 我直接把这个定词给你了 那这样的话呢 你组成部分实义执行 我定词给你 也不要确定实义执行了 给的就实义执行的 我给你这个了 你就直接用这个 来评估组成部分重大错误 风险来针对评估的 风险设计进步 审计程序 以及评价实别错报 单独认证下 社会重大 就干脆啊 你就直接用实义执行的 就相当于 你就是我的一个助理 你就给我直接干活得了 然后我直接给你定了 这个你就不要自己 发表意见了 这种啊 当然呢 也可以啊 说我定一个整体的 你定实义执行的 不是不可以 那都行啊 这块 那么在这里咱们强调 如果啊 说基于集团审计目的 由组成部分 祝盖师对总部 才会执行审计工作 做审计的 那这个时候 我集团项目组 就要评价一下 在组成部分层面 确定的实义执行状行 是否适当 要评价一下 因为人家要做审计 那既然项目组 如果是你定的 其实你就不用再评价了 你肯定原则上 你适当的 所以是一个什么 自我考虑 关键是如果由组成部分 是由人家定时期执行的 但你还由他做审计的 那么你要评价一下 是不是的 那这么一个要求啊 好了 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啊 是法律法会 或其他原因 要求对组成部分 做审计 而且集团项目 决定利用这个审计 作为集团审计 提供审计证据的 那这个要注意了 这就属于法定审计 但是我们决定利用的话 那这个也得是什么 按照我的要求来做 咱们前面讲过 不是基于我集团审计目的 是法律法规的要求了 这类的 其他原因啊 这种算计 我还想利用的话 那你符合我集团审计要求 那么不光是否在符合集团审计要求 那么也得看重要性的问题 什么呢 就是组容部分的征证性 组容部分层面实际执行的 因为这个要注意了 这个时候 它就不是按照你的要求来做的 有人就自己判断的 那你看 是要符合你的判断 所以这是特殊情况啊 一般来说 如果不按你要求 做 不集团审计目的 是不行的 但如果符合你的要求的 那好了 咱们可以利用的话 也得看得重要性 对不对 这点咱们注意啊 那么在这啊 咱们用一个图示来看一下啊 这个重要性的问题 那么集团层面 整体的 那么包括特定的啊 实际执行的 面围要凑合临界值 组成部分这块 在我们集团审计下 我们主要考虑的 这个注意 我们主要考虑的什么呢 组成部分重要性 组成部分实际执行的 那咱们注意啊 前面这个 咱们这图中 标紫色的 都由组成项目组 负责制定 只有组成部分 实义执行重要性 这个可以由组成项目组 或组成部分主要师 来制定 那这个要注意 那么在这块 咱们提示一下 关于组成部分 这个重要性的问题 这个咱们说 要执行审计或审计 那这工作的才可以 才需要给它重要性啊 那么一般来说 重要的 那要做 但是对于 不重要 组成部分 不重要这块 咱们做 结婚层面 分析程序 这个时候 无需确定重要性 但有的时候啊 即使不重要 组成部分 也有可能 要做 审计或审约 那这个时候 即使不重要的 咱们也要给它 重要性水平 因为它需要 做审计或审计程序的 那么也需要 给它一个什么 重要性 所以这点要知道一下 因为通常来说 我不需要 特定情况下 只要给它做审计或审计 我不管 是不是重要总部份 只要来做这项工作的 就一定 需要给它一个重要性 那一定是需要这块啊 那这是咱们来说的 好了 那这块 咱们看一下考题情况 咱们考题啊 那在这里大量的出题 因为谁到重要性 那来咱们好好看一下啊 那么17年一个多选题 说在审计集团财务报表时 夏柳关组成部分 知道性数法当中 问正确的 正确多选题啊 A 组成部分知道性 汇总数 不能高于 集团报表 这个知道性 不能高吗 可以高于 可以等于 可以低于 这个要注意啊 咱们再强调一遍 可以高于 可以低于 这能理解 等于的话 咱们一定是有一个原因 是什么 碰巧赶上了 不能是我故意 让它等于 然后我呢 按着毛组比例分配 那是不行的 但你说不能高 这也不对啊 所以A 错了 B呢 说局限项目组 应当将组成部分知道性 设定为 低于集团报表 正确定知道性 当然个的是要低的 这个没有问题 C 说组成部分知道性 应该由局限项目来定 这没说到 D呢 说局限项目组 应当为所有组成部分 确定组成部分知道性 这个不是 咱们说只有那执行 审计或审阅的 这组成部分 咱们需要给它 那到后面啊 你们先标记一下啊 现在是标一下 咱们强调是要做 审计或审阅的 那有些组成部分 它并不是做审计或审阅 那这个时候 它并不需要招心 哪怕 它是重要组成部分 但不需要做审计或审阅的 那这时候不需要给它一个重要性 所以这点要注意啊 有人说啥意思啊 咱们到后面 第五篇的时候 会给大家解释 你们先这标一下 然后到第五篇 我还会跟你讲啊 所以这D啊 注意 不是所有的都需要 前提是必须做审计或审阅才给 那最答案B和C 然后18年单选题 对于集团财宝审计 下载有关组成部分 证据性出法当中 问错误的 看清楚啊 问错误的 A组成部分证据性 应当小于集团报表 证据证据性 单个的要小没有问题 B呢 组成部分证据性 由集团项目的确定 没问题 C不重要的组成部分 无需确定组成部分证据性 错了 咱们刚刚解释完 即使不重要组组部分 咱们也可能需要做审计或审阅 因为某种原因 那这时候也需要给它 组成部分证据性 所以C 错了 D呢 说不同的组组部分 它的组组组组组性 可能不同 并不要求它们都一样 可能不一样 正确 所以呢 这个C 是错的 那注意啊 咱们这道题啊 AB就不用说了 这属于惯常的操作 CD呢 要注意 C这话咱们刚刚强调完 不重要组组组部分 也可能要做审计审阅 因为咱们只是前提 要不要给它组组组性啊 关键在于 要不要做审计或审阅 只要做审计或审阅 不管你是哪一种组组部分 一定给组组性 只要不做 也一样 不管你哪个组组部分 也一样不给 所以C是错了 D呢 说不同组组部分的组组组组性 可能不同 可能不同 也可能相同 但不能说一定相同啊 比如说咱们一个选项说 不同的组组部分 它的组组组组性 可能相同 有可能相同 这是对的 说不同组组部分 它的组组组组组性 必须相同 这就错了 这就错了 它可能相同 可能不同 但不是必须相同 也不是必须不同 所以这里错误的C选项 200单选题 对集团财宝审计 下列有关 那这个组成部分重要性说法当中 问错的 还是问错的 组成部分重要性 要选于集团报道整体的 不用说了 正不确对吧 所以呢 不同组成部分的 组成部分重要性 可以相同 你看 可以相同的 这是对的 没说必须相同 人家说可以相同 正确 C 说觉得项目组应当评价 组成部分重要性 所确定的组成部分重要性 是否实在 第一 并非所有组成部分 都需要组成部分重要性 选一选吧 那注意 组成部分重要性 是确定的 它不能是组成部分重要性 是实际执行的 组成部分实际执行重要性 你不能少实际两个字 你不能少实际执行这四个字 所以呢 这就错了 组成部分重要性 一定是我们 就像我们来定的 实际执行的 可能是由他定的 但他定 我们要评价是不是 所以这个C 注意 少了实际执行的 就不行 D呢 这个咱们说的 不是所有都需要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因此错误的 四眼下 然后考生回忆版的 那其实就跟刚才提 刚才提差不多啊 你看一下 我也问错误的 不同组文部份重要性 应当不同 一定要不同吗 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点对吧 应当不同吗 咱们说可以相同 可以不相同 没说一定相同 也没说一定不相同 所以呢 A 这个错了 那应当相同 不对 应当不同 也不对 应当就必须 可以呢 就具备可选的这个余力 B呢 这不用说了 肯定是对的 是吧 许端项目来定 C呢 组文部份重要性 要小于集团报 整体的 D呢 并非所有的组文部份重要性 都需要 并非所有组文部份重要性 所以呢 你看 咱们把这些呢 这个题列一列 所以说 基本上能考什么都 就这点东西 对吧 都知道了 这还怕什么呢 然后 简答题 20年简答题 ABC事务所 A朱凯世 负责审计 假集团公司 2020年度 报表 与局安审计 项目部分实际上如下 那么这样的 说在确定组成 部份重要性时 A主要是将 集团报表证证证证 成了一个 倍数 然后作为组成 部份重要性的 一个汇总 然后呢 按组成部分的规模 在各自组成部分之间 做分配 确保我单个 组成部分重要性 不超过整体的 我单个都不超过整体 汇总比较高 可以吧 但是关键 按规模分配吗 他说我就按规模来分配了 这就不对了 这是不对的 咱们说 首先不需要按规模分配 其次呢 咱们说有的 他不需要啊 你非要按规模分配 各种部分都要有吗 这个不是的 他说在各种部分之间 做分配啊 所以这是不对的 能明白吧 这个很有迷惑性啊 他说你看 我保证单个 肯定没超过 我汇总比较高 可以啊 成一定倍数 比如说我成了二倍 汇总起来是整体重要性二倍 你不是一千万吗 我是两千万 但我哪个都没超过一千万 怎么不行啊 但是咱们要说 你要根据实际情况 来确定每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而不是简单的这么一个算术平均 哪怕你成倍数平均也不行 因为咱们有的组成部分不需要 那每个组部分要跟自己的情况下以判断 所以 问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 简单说理由 那咱们说 不恰当 对吧 理由是什么 无需采用将集团报道征证性 按比例分配方式 并不需要这么分配 跟那没关系 不要用这个办法 做完了 19年检查题 咱们也看一下 也一样啊 审计甲集团公司财务报表 好 与决然审计 顾问实际上如下 所以这是咱们命题的一个习惯啊 集团公司 一说集团公司 就带着决然审计了 然而 而且集团公司 我可以有不同的 这个企业的类型 所以咱们就可以多 塞几个不同的角度 你要非你就审一个公司 然后说有很多事 这不好出 那审不同集团公司 那不同角度出问题 又好出了 但是呢 最关键还可以带集团审计 那这样的啊 这祝团公司评估认为 重要总部份 顶公司 这个组成部分 主爱师啊 具备专业能力 复合之后就认可了 人家勋的组成部分 主要性 和组成部分 实义执行主要性 然后问 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 怎样说理由 恰当不恰当 肯定不恰当啊 不恰当在哪啊 不能由 组成部分 主爱师确定 组成部分 主要性 这是不行的 那你具备 设计能力也不行 必须是我 集团项目来定 所以呢 回答不恰当 理由什么 咱们说 如果 由组成部分 主要性 对组成部分 才会进行做审计 我们基于 集团审计目的 为这些组成部分 确定组成部分 主要性 或者简单点 应当由集团项目 确定 组成部分 主要性 就完了 由集团项目组 来定组成部分 主要性 我没说那 实义执行有问题 但是 就像项目来定 组成部分 主要性 跟实义执行 那也没关系 组成部分 这个不能由你听 所以呢 你也可以呢 啰哩啰嗦 写这些 或简单这句话 其实都可以 那我会倾向 去答这句话 好了 那这咱们来讲 集团审计主要性 所以看到 这几天出题很多 单选 多选 简单 都有到这个问题 那其实综合题也一样 如果想出的话 也无非这个解答题的变形 扔进去呗 咱们那到时候你们看这综合题 说这综合题是什么 是个残缺的解答题 一个资料对应那三个问题 一个资料对应四个问题 都解答题 而我们正式一个解答题 是五到六问 它我一个资料 可能就三个问题 所以是个残缺的解答题 除了分野评估之外 其他都是没那么大难度 所以你说综合题考 它也没问题 那这是集团审计当中 咱们说要确定这个重要性 重点在组成部分重要性 其实考点都在呢 对吧 但再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这个咱们也要说了 咱们你确定哪是重要 哪是不重要 因为咱们前面说了 有些不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做分析程序就够了 都不需要给它重要性 那怎么叫重要 怎么不重要呢 所以接下来咱们 这个问题解锁了 那这个问题解锁了 咱们在计划阶段 在总体策略当中 计划阶段总体策略当中 对集团审计的就到这了 而具体计划呢 我一直都说 具体计划是分野评估 分野应对 是在我们五六七八展开来讲 那时候咱们再说 好吧 好了 那咱们说一下 首先关于重要组成部分 那重要不重要 咱们看什么 集团项目组识别的 对吧 就按项目来定啊 这个 那谁啊 还是集团项目后人 对吧 它识别出的 有下列特征之一的总部官 在总体策略下定的 什么特征呢 第一个 单个总部官 对集团具有财务重大性 那就是比如说 这集团一看 这重要的总司 重要的分公司 或者是一个重要的 这种合营企业 金额大 或者收入高 那占的比例大 或者是呢 总赞额大 或者是金额大 反正呢 它肯定是什么 金额大的 那么再有一个 除了金额之外 性质重要的 那就是单个总部份啊 它的特定性质和情况 那么可能存在着 导致集团报表 有重大挫暴的特别风险 这这个 那这个 就是金额大挫 看起来可能不重大的 但是性质很重要 导致特别风险的 那其实咱们前面提到过一次特别风险 有没有印象 忘了 在哪里啊 在第一稿里 审计工作第一稿里 对于特别风险这块 咱们主要的重大事项呢 该要里面 也有这个东西 对吧 重大事项 是特别风险这块 那么 这又一次 到底什么特别风险呢 咱们还得等到下一篇才能讲 真的 等到下一篇啊 咱们风险太多了 但是 到呢 下一篇咱们会讲一下 好吧 那具体的 它的判断 那还是从这两方面 对吧 金额重大的 性重要的导致特别风险的 那分别说一下 第一个财务重大性 这个纯粹看金额 这里呢 说 随着单个总部份 对金额具有财务重大性 这种增加 你的占的金额比例 不断在增大 那么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 金额报表的重要重要风险 通常也就会增加 金额大的是我们要重点查的 那金额小子 没什么可查的 有的时候 金额大重点查 那么 怎么来定呢 这回拿出来了 发现没有 前面说了半天 并不是你那个 怎么一个按比例分配 不要那么分配 咱们怎么定重要性啊 选定一个基准 乘以百分比 来识别对集团具有财务重大性的单个总部份 那所以呢 咱们说 这不和咱们区人重要性一样吗 基准乘以百分比 那么你说 我是这个需要做审计的 做审计业总部份 他的重要性怎么办 也一样 基准乘以百分比 它是不是重要的 基准乘以百分比 这都是一套路下来的 根本不是按比例分配的 对吧 这么一个 那选基准的时候呢 那根据情况了啊 可以选资产啊 选负债 现金流量啊 利润总额 营业收入啊 都可以 那到底用哪个职业判断 职业判断 那么这个举例了 说可能啊 就认为超过了一个基准的 百分之十五的总部份 就是重要总部份 就百分比就是十五百分之十五 那然后选一个基准 比如我资产总额百分之十五 那么资产总额百分之十五 一乘完之后 你这总部份资产总额达到这个数了 或超过了 就重要的 但是呢 这个百分之十五啊 不是一个绝对的 所以你看是具体情况怎么样 较高或者较低百分比 都可能是具体情况的 那么这个百分之十五呢 是一个相对来说啊 一个经验值 相对来说是个经验值 但并不是绝对的 干净是具体情况用不用 那么咱们一般情况可以选他一个 可以选一个啊 那么咱们选基准时 是不是到就有财务重大性啊 常用的办法 用哪个做基准啊 一种 我集团正经重大性用什么基准 现在谁作为财务重大性的这个 我就用什么 我集团正经重大性 以收入为基准的 那有财务重大性的 我以收入为基准 一样的 这一个 那也可以用其他基准 换一个 可能呢 用基准内不适用了 换一个 如果我以呢 这个收入为基准 或以利润为基准 那我以利润为基准时 我总共不会是亏损的 那你就不合适了 对吧 这类的 所以换一下基准 那么或者呢 有时候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基准 来综合衡量 我既以呢 这个资产为基准 又以呢 这个 利润为基准 那么用两个基准 来分别去那两个 那衡量标准 你满足其中任何一个 就作为财务重大性 不是两个都要满足啊 满足任何一个 就要满 那就可以 那具体来说 咱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基准项目组 使用适限利润 作为设定基准报表 政治照新 所以我也可以选择 适限利润 作为重要组合部分的判断 财务重大性的 但我对亏损的 总共部分 用这不合适了 我可以用其他基准 比如用收入 或用亏损决的值 或资产总额 换一个 这一种 那再有呢 就是有些总共收入极高 利润率极低 或本身呢 是一个新成立的 收入不稳定 那就考虑用两个了 用两个基准来分别来看 你符合任何一个 就把你套进来 就作为财务重大性 此外呢 还要注意 那咱们注意啊 每一个啊 都有各自的百分比啊 就如果用不同基准 就有对应 不同的百分比的选择 那这个要注意啊 此外 然而一说 这个集团报表这个问题啊 特别是说 哎 汇总啊 本分汇总啊 那么母子公司啊 他就存在一个 内部交易抵消的问题 所以集团项目组 选基准时 可以考虑内部交易 抵消后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啊 这个总共收入很大 但是呢 你这里有一些是 对捐内部交易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说 把内部交易这个 收入抵掉之后呢 看对外的收入 然后呢 乘以百分比 这种 但也可能会导致 另外一种极端情况 说我都是内部交易 对吧 就是我收入比重较大 但都是内部交易 你真抵完之后 就不剩什么了 这时候 要不然换个基准 所以这个咱们注意啊 都是一个比较灵活的掌握 这个时候 关于财户重大性的 再一种 导致特别风险的 那就是性质中央 存在着 使其他报表 中央错报 特别风险 那么也可能就把它 作为重要总部份 那这个时候啊 咱们要注意这个举例啊 掌握这些东西 那一般咱们可以考虑因素 这是咱们根据呢 相关的这个 问题解答里 这个内容来看的 那么一个 说我的总部份 是在我觉得中 从事特殊行业总部份 举个例子 说我是一个工业制造集团 但是有一个财务公司 专门从事资金管理 和金融服务的 那这类的注意 关键是 自己的金融业务这块 可能虽然使 集团报表 有重要测保特别风险 那有这类的问题 这样一个 那么再有 我单个总部份呢 它的某类交易 占预额或披露 差不多整体重要性 某一个 对吧 某一个 或者性质金额 不符合我预期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 是不是 这一个啊 会使什么 决报发生重要测保特别风险 那这个某类交易这块 或者是呢 我单个总部啊 专门从事与集团 其他同类总部份 不同的交易 那性质不一样 交易不同 那这里举例了 说呢 我集团啊 多家贸易公司做贸易 这个性是一样 但有一家 是做出口贸易 所以有大量的外币 那这个在咱们战略当中 说这是有一个外汇风险 要做风险管理的 他为了规避外汇风险 做了一个外汇的掉期交易 掉期 这是一种风险管理的 这块 要类似于什么呢 就要类似于咱们做那个套期一样 我在这里不去给你讲什么 套期啊 掉期 但你们可以类比一下 那么咱们很多同学学这个套期时候 是不是很头疼 学战略史也头疼 学套期快议核算也头疼 对吧 所以这类的东西 你头疼 工作中更头疼 那这样的话 像这类的本身金额并不会多大 但是你说学生很头疼 说明核算学生很头疼 那就容易错啊 所以可能存在着 实际上报表 有重要错报特别风险 性质特殊对吧 那再有 说某个单个总部的财务信息 涉及到重大的会议估计判断 那这里这个例子很有意思 说组成部分管理层 对固定资产 剩余使用年限的估计变更 使得固定资产只有额 有重大变动 那这样这种估计变更 就可能导致 组成报有重大挫暴特别风险 你说这个快议核算起来 好简单啊 这原来奥公司资产 这预计哪能用十年 现在呢 这预计就能用两年了 那十年的每年拯救 和两年每年拯救差很大 那这快议核算多简单啊 就这个核算起来简单 对吧 十年 比如说剩一千万 一除以十 一年一百万 和剩两年 一除以那二 一年五百万 差四百万对吧 这算起来多简单 但是 你告诉我 你怎么估计的从十年变成两年了 咱们同学第一个反应 已知条件 工作当中哪来那么一知条件 所以就快计估计啊 这话 咱们学手的课计 假定还能用十年 难点 工作难点就是怎么来的 这个信息 这是难点对吧 很多时候我把一个设备放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他还能用多少年 没法估计 那这样的话你就要知道了 这个事儿 它是有特别风险 要特别考虑 怎么他证明 他就变了就剩两年了 明了说原来是预计还有一种十年 现在变成两年了 特别风险 特别风险 这是难点 那也我们是中要关注的 那再有呢 这以前的那种事情中 发现了存在是集团报表 有重要测试 特别风险 怎么不犯 以前就特别风险 那今年 我们要考虑 是不是也依然有 那此外 它的重大变化 追到什么 经营模式 业务流程 建计新系统 内控 关系管理人员 那这个呢 咱们要注意 这段内容 这个括号里这些内容 我标的 这个要注意 咱们下一篇讲 风险评估时 就会发现 这一类的变动 带来风险 那么我当个总部份 它这里有重大变化 那么就可能是 极端报表 发生特别风险 风险 这就和我们后面 风险评估就结合到一起了 那再有呢 比如说我新购买的 新收购的一个总部份 那这个收购代表 一个战略的变化 能明白吧 我收购它 是我多元化了 还是我横向一体化 还是纵线一体化 它代表一个战略变化 或投资模式变化 那新收购的 可能是一个重要总部份 性特殊大 特别风险 那再有 由于被监管部份 特别关注 而被视为重要的总部份 好了 那这些都属于性质重要 那这个注意 咱们举的这些例子 都必须掌握 就前面啊 咱们对于这种性质重要 特别风险的 但凡举这例子 都必须掌握 好了 那这就是啊 咱们来谈到 关于呢 重要总部份的问题 那考试当中啊 对于这个 他王老师和其他内容结合的 和我们呢 风险应对结合 因为不同的总部份 应对原则不一样 但在这块啊 咱们也可以看一个考题啊 非应对还没讲呢 在这先看考题 一年解答题 也是这样的 审这个集团公司 对于交易审议有关部分 实际上入下 其中 A主义师将 三总额 年限收入 和利润总额 以三个 为基准 那 然后超过设定金额总部份 识别重要总部份 那么 剩下的都是不重要的 我有基准成百分比 对吧 然后但凡你超过 我那个金额的 都是重要的 剩下的就是不重要的 没了 问 是否恰当 不恰当说理由 那大家注意 他设定什么 财务重大性对吧 你没有考虑其余部分 有没有 那 这种 特定性质 特定风险的 对吧 所以其余部分 直接排除了这不行 你得再判断一下 有没有导致 中大错报 特别风险的 这块 所以 回答 不恰当 不应该这么直接定 什么呢 由于单个总部份 特定性质或情况 可能存在着 导致中大错报 特别风险 总部份 那么也要实际为 重要总部份 那你要判断了 对其他部分 不能不判断 直接说 金额小就不管了 金额小要考虑 特别风险 就这意思 好了 那这个是咱们说 关于这个 集团的重要总部份 那咱们看 这都是我们在 计划 集团中心策略下 要定的事情 所以咱们放到这 一起讲 那这样的话 咱们来说 总理策略 才算比较丰满和完整 所以咱们学啊 这个东西 就要一次学透 不要呢 前面学一段 后面学一段 七零八路的 所以咱们按流程思维 因为 局下多数学 是不懂 审计到这流程的 所以按流程思维 给你讲 让你明白 在哪一阶段 做什么工作 这样一个啊 好了 那这是呢 咱们来讲 这一篇的内容 计划审计 那从又承接开始 又承接当中 要前后任 那要考虑呢 这个 那事务所的指南管理要求 考虑职业道德规范 这类的 然后开始定我们的审计计划 审计划 剧计划 重点讲审计策略 然后展开来讲 展开来讲 对吧 这么一个内容啊 那剧计划呢 咱们说 他就介绍了一下 没有展开讲 因为要展开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 就剧计划展开 也就是我们正正事实的 审计的 开始进入风险导向审计了 好了 那么我们这篇内容 就先到这 那么相信呢 通过的讲解 咱们很多学员啊 应该开始对我们这个审计 有认知了 那个思维跟别人不太一样了 那这就是比较好的现象了 就是对审计说 哦 不过就像工作吗 这个阶段做什么 考虑什么事情 那这么一个 就这就很好了啊 好了 那咱们说这是我们的 真正审计工作的起点了 计划审计片 然后呢 咱们继续沿着这个思路 继续往下进行 好了 这篇就先到这儿 咱们好好消化理解一下 稍微回味一下 然后正如下一篇的学习